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玛,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2023快乐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阴阳师新公布的联动情报 先聊而已,没有任何分析预测性质的内容,你就听着玩吧 就在前几天没有一点点防备,阴阳师突然公布了雾山五行的联动 这里让我感觉有一点惊喜,为什么会惊喜我稍后再讲 先向大家介绍一下雾山五行吧 这是一部在B站上读播的国漫动画作品 大概讲的是在一个人妖共存的世界观里 有一帮奇异人士会用阴阳五行之术对抗妖兽 这个世界观和阴阳师还是比较贴近的 但是因为目前上线的内容只有三集,剧情量非常非常短 整体的作品质量怎样,说实话我还看不出来 根据目前已经可以看到的内容,我个人感觉 它的那种战斗氛围有点像《鬼灭之刃》里 祝和上弦之间的战斗 首先主角非常非常强 主角的战斗力和作品中其他习武人士完全不在一个次元 就好比说祝和上弦对战的时候 普通鬼杀队员是完全插不了手的 虽然主角很强,但同时对手也非常非常强 战斗氛围是非常残酷的 动不动就会血肉横飞 这一点也和祝非常像对不对 当然我说的仅仅是战斗氛围上 你要说画面,说工业水平 那一部网络动画恐怕还是难以达到飞碟射那种 经费在燃烧的感觉的 但是《雾山五行》的画面也有它的独到之处 首先它的背景采用的是非常地道的水墨画风 看上去有点像以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那种经典国漫的感觉了 同时它的人物采用的是比较粗放的画风 线条非常粗糙 感觉有点类似于纸质画面上的人物表现 这样的画风不能说有多精良吧 但是我觉得是有特色,有记忆点的 是可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虽然作品名叫《雾山五行》 《金木水火土五行》 但因为目前篇幅非常短只有三只 目前有被着重刻画的 其实只有火星一个人 而且看设定好像还不是现任火星 然后我们看阴阳师的《联动海报》 上面很明确的已经把火星这个角色给画出来了 那这阵仗我估计联动内容可能是要将火星进行实装 做成一只试神 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可能性了 你把这个人物都明确画出来了 你就不能用一个头像框 用一张插画来敷衍了事了 那做成宠物呢 这么一个人形角色 做成宠物不太合适吧 你让它睡狗窝 这个肯定会被原作粉撕给骂死 那皮肤也不太合适 因为《阴阳师》里我能想到的 明确跟火沾边的只有不知火 凤凰火 那都是女的 而火星是个男的 好像也没有办法套用到一起 排除各种可能性之后 那我能想到的连动方式 只能是做成试神了 你觉得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吗 我说了 这是一次让我感觉到 金石的连动 金石的点在于 它让我看到 《阴阳师》打开了一段新窗 国漫连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个人感觉 《阴阳师》之前 似乎是一直有在 刻意回避一些 国产角色的引入的 最早 《楚留乡》连动 连动了个字母 我估计很多人 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连动 再后来 《神读夜行录》 多好的题材啊 《九屯慈墓》都去洛阳了 但是没有任何中国妖怪 来到《平安京》 这怎么说呢 就礼尚往来懂不懂啊 他们派了那小野妹子 我们应该派个陪世青过去 这才是天朝风范啊 并没有 然后是我个人超级使唤的网易IP 《梦幻石油》 《梦幻石油》3D版 出了《玉藻前》 那《阴阳师》出了什么 出了超级泡泡 超级泡泡 我觉得很多00后 根本就不认识超级泡泡了 这不合理啊 《梦幻石油》出了《玉藻前》 那《阴阳师》不出《齐天大乘》 也可以出个《牛魔王》 《大大王》 《二大王》 《三大王》什么的吧 并没有 之后《黑朝之上》 《永结无剑》 这些我都不想去展开说了 这里哪怕不是故意要回避 至少说明 他们之前对那些角色没什么兴趣 而这次公布的《雾山五行》联动 说明 他们开始对那些 不那么和风的元素 也有兴趣了 那就是一片海阔天空啊 有第一次就能有第二次 之后再联动什么 国曼IP就都不奇怪了 那你要知道 国曼可是一座神怪题材作品的宝库啊 涉及到法术 涉及到妖怪的作品 实在太多太多了 那《阴阳师》的联动内容 联动形式 可能从此就会变得丰富起来 至少我个人是这么希望的 好吧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闲聊的话题了 喜欢我视频的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